怎么办 这个手机怎么办呢 小飞牛 啊 还玩啊 还玩啊 手机已经坏了 还玩 坐好了 坐好了 坐都每个坐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花 知道刚才为什么对小飞牛态度那么差吗 因为他把架着8几片的手机 说出来就给我摔碎了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手机啊 是这 是这里 本来我以为就是外边的钢磕膜坏了 没想到里面它也坏了 关键啊 这还不是我们自己的手机 是弟弟的手机 我们拿过来拍下视频用的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怪我们自己吧 没把它保护好 过来 过来 我还得过来 你为什么不过来 好好好 你看小飞牛这个气息 我还没记什么呀 把它气够呛 你什么好笑的 你还那手摟出来啊 关你屁事 那手机摔了 赶紧走修啊 放屁 你拿后边老妈看一下 把我摸回来了 哇操 你太恐怖了 来来来来 屁都是谁的 我们有情绪 我们有情绪 把小飞牛的鸭鸭鸭拿出来修 拿拢呢 我拢呢 来 来 先来 大黑脚 行 我给你讲 我挺学生机我的初戒 你懂不懂啊 三天两次去联络 三天两次去联络 你跟我说啊 到底是不是弄 要是你弄了 我就不生气 不呀 是我弄的 是我弄的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你就这样出现 你弄的 很轻的都没有啊 还是哈干花肉 别动 别动 行 豆豆菲 到底哪有弄的 是小飞牛弄的 居然不要给他花肉脏 修 要多少钱 一千五 我死的 我死的 走 把修了 走赶紧走 你把手门收起 滴滴的 把修 把油 没有钱 人家人家不要用啊 我没有钱他把油 刚好借过来 就一天 一天就给人家干醉了 黑子 我不答应 我买了一下 我不答应 等我买了醉 你不可以就长了 鸡筋头上 妈说了 你连天都不准备走了 哈哈哈哈 哄了半天媳妇 她废里的 说要再就揍一顿 才能解气 你说 那么可爱的小飞牛 你做在干什么 不是呀 看来 这个孩子是不大 不成才 我出来打了 别拽我 别拽我 好了好了 小孩子不懂 是 那你可不给钱 给钱 给钱 算了 那我不打了 要不要给老弟帅一下 一定跟 不说 去欧欧赞说 有点不好意思 对了 你就不要去呗 给我带点东西吃 谢谢 谢谢 那我去帅叔 帅不帅 好行 咱俩就先这样 早点回来了 好 天气下雨了 我就不让媳妇去了 我一个人去就足够了 把手机修好之后 我立马就还给老弟 到手机店了 哎你好 说你听我外屏 外屏怎么活下的 冷啊 外屏 这里头还能用的 出没问题 这外屏是刚刚没 里边也活的 这也活的啊 哦 里边的 后外屏要多少钱 这个 一个小时后 现在手机终于修好了 就是外屏坏了 放了个外屏 花了我450 不知道有没有上当啊 不过这个XX Max 我是真修不起啊 现在回去和媳妇一起去拿给弟弟 赶紧还给他吧 我实在是用不起 用不起啊